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關於第1跟第2的部分 好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手持系繩上下擺動呢 齒坡相右 坡會像這邊 好 那一秒後才真的坡形如下 好 所以第一個這是什麼坡呢 齒坡上下擺動叫什麼坡 橫坡 叫高地坡之類 橫坡 好 好 那問你們 橫坡的坡的前進跟振動方向稱什麼 垂直對不對 因為你手是上下 可是坡是往前 我們叫垂直 好 第二個 這個坡的頻率是多少 欸 頻率 什麼叫頻率 1秒幾下對不對 1秒幾下 1秒鐘幾次 就是 1秒鐘做幾次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它現在不是1秒鐘嗎對不對 它做了幾次 這直接算嗎 這邊開始算嗎 好 這邊如果6秒點到6秒點到是一次對不對 一個坡 兩個坡 三個坡 一個坡 四個坡 四個坡 一秒鐘做了四下 所以頻率就是 4 好 因為它這邊就是1秒鐘嘛對不對 所以頻率就是4Hz 可以嗎 OK 好 那周期是多少呢 很簡單 就把頻率的量 倒數就是周期了 好 所以就是四分之一秒 好 這是倒數就好 倒數 可以嗎 好 所以周期能頻率 你只要知道一個是可以再用來的 好 接下來看一下 政府是指哪裡呢 什麼叫做政府 定義是什麼 從平衡點到波峰或到波谷 好 那可以告訴我們政府應該是有十公分對不對 可是十公分是從波峰到波谷對不對 所以它一半才是能 因為我們說的政府是從平衡點算起對不對 平衡點算起對不對 平衡點向下 或向上對不對 所以應該只有幾公分呢 5公分 5公分 好 所以5公分 接下來看一下波長浪達 浪達從那你可以看 從橫的地方看起來對不對 好 我們知道波長的定義是什麼 波峰到 鄉林兩波峰對不對 鄉林喔 隔壁的喔 好 我鄉林兩波峰 好 請問這二十公分是鄉林兩波峰嗎 不是喔 它是三個波峰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邊有幾個浪達 有兩個 好 波峰到波峰叫一個浪達 所以這邊到這邊是一個浪達對不對 好 這邊再到這邊又是怎麼樣 第二個浪達 所以兩個浪達是二十公分 哪一個浪達是幾公分呢 二浪達等於二十公分 所以浪達等於多少 十 所以波長只有十公分喔 同學 這邊是很重要的概念喔 一定要會算有幾個波 才有辦法解決數 可以嗎 好 所以這是浪達等於十公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第二題 那個 OK嗎 好 第二題看一下 一樣的道理 它說這個週期是四秒 這是T嘛 這代表T的意思 T等於四嘛 對不對 好 波長是浪達等於多少呢 六 浪達等於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A到B 有幾個波 幾個波長 1.5 從這點點到這邊是一個波對不對 又多了一半 所以幾個波 1.5個波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是1.5個波 好 那1.5個波 請問波長A是多少 就把1.5乘以6嘛 一個浪達是 1.5浪達 就等於幾公分呢 乘以9公分 所以AB是1.5浪達 所以是9公分 這邊到這邊是 1.5個浪達 可以嗎 好 那A到B需要多少秒呢 我們知道 這個在問的是什麼東西 周期對不對 好 那1.5個波 就是1.5個周期嘛 對不對 一個波就是一個周期嘛 所以現在1.5個P 請問是幾秒呢 P是4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4帶進去喔 一個P是4秒 一個波4秒 1.5個波的話就是6秒 就是6秒 好 所以是6秒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看喔 都是從有幾個波開始看段期 好 欸 頻率是多少呢 頻率在這邊嘛 周期是4 頻率就是什麼 就4分之1嘛 對不對 倒數 知道嗎 一個波是4秒 那頻率就是4分之1嘛 都不用算 就是倒出來的 4分之1秒 4分之1 好 所以 1秒鐘 做了4分之1個波 好 所以要波數怎麼算 波數我們可以代入公式對不對 好 就是波數V等於什麼呢 對 F lambda 不是T分之lamb 你喜歡哪個都可以 好 我們假設用這個 T分之lamb lamb是6公分 好 然後呢 周期是4 4分之6得多少呢 2分占1.5 好 所以波數就是1.5 每秒鐘1.5公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波數的計算 到這裡 好